学习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成为人上任 而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上任 学习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成为人上任 而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上任 这个是绵阳市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好像是啊 看不太清楚 那他这个女孩子这个说法 就是对应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子 说大概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橙胸斗狠那个女孩子 说得拼 得出人头地 得考名校 那这个女孩子呢就是反行其道 其实那个女孩子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得要拼得要出人头地的那个女孩子 被人画的漫画挺丑的 那个女孩子得做犀利辅导 是吧 你多强害也得要做 你不做的话 你那个孩子父母你不要太自信 影响她一生就是这一点 她的营生经历 这个女孩子说的这个东西呢 是反那个女孩子说的那个话 那个女孩子是拼命的要成为人上任 这个女孩子就是反成为人上任 前面第一个女孩子呢 以前那个女孩子发狠的那个女孩子呢 很快可以融入这个社会 这个女孩子会出问题的 你不想成为人上任 985211你读不读 你不想成为 你反成为人上任 老干母病房你怎么办 不同群体的不同的福利的对待 你怎么办 你要变成极大的政治不正确了 你不想成为人上任 你似乎成为这个社会的对头了 你当然不是我的对头 是我的朋友啊 是那些个既得利益者的死对头 人子你寸步难行 你只能约着你 你都没办法是吧 你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 你从我做自媒体说话 不就像我这样子吗 做了十多年 天天封账号 搞来搞去的 你连说话的地儿都没有 所以说你想反成为人上任 你就公敌呀 当然不是我的敌人啊 就公敌是家里的号的